这女人真的是很可怜 又没有男人的疼爱 唯一的指望孩子又被皇上唾弃 甚至初四 很悲哀 这次在《如意传》这部电视剧里面 饰演的是苏绿云 她是一个性格比较温和 甚至有点胆小怕事的 这么一个后宫里的女人 因为苏绿云其实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她在皇上面前 是小心翼翼的 她一直都觉得 所有的说话言心举止 其实都是在讨皇上的心 她其实是一个想法 比较简单的女人 比较容易听起别人的谄言 所以才在她中期的时候 受到了经营员的挑唆 觉得自己也可以争争后卫 但是苏绿云是属于那种 我虽然很爱你 但是我也看清楚了 你其实对我是 可有可无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我也就往后脆 暗于这样的现状去维持这样的生活 大多数的时候她是很孤单的 所以她才会把她所有的希望 寄托在孩子的身上 我觉得她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就是她太爱她的孩子 护可的话 她的演戏经历是很丰富的 所以我们演戏的时候是很舒服 很自然的 护可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而且她很幽默 可姐生活中是个逗逼 我觉得 她就是个表情包 她老那样 可可啊 像个小孩一样 我觉得如意传里面的女性 能给自己做主的人比较少一点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身处在后宫里的悲哀 就她们没有办法 我其实是不能想 初吕云的人生的 我一想到 我就会觉得特别的悲伤